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嵌入开发中一些常用服务的一些搭建和配置方法 首先我们先说第一个服务叫SSHD 这样一个服务 那这个服务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样一个需求 就为我们的开发中 我们原来提到过 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 就Linas的服务器 或者称之为我们的Linas开发环境 有这么一台主机 然后我们的开发人员 可能会有很多对吧 会有很多 而且还可能不在什么本地 可能不在一个办公室 对不对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要什么 每台机器 每个客户端都能什么 访问这样的主机 对不对 每个客户端都能访问这样的主机 同时主机是不是也会把他的信息 告知给什么 每一个客户端 对不对 那么所以说这样的话 就涉及到这个服务器 是不是必须可以支持多个人登录的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 我们能不能把刚才我所说的 就是把我们整个桌面 直接给共享给每个人 行不行 我们说这样是不是也会乱套 也不好管理 对不对 所以我们需要什么 是不是只需要把开一个什么 简单的控制台 给每一个人 然后这样 每个人是不是通过控制台 就可以控制这样的主机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说 在我们的Lina系统中 它本身是支持多用户登录的 所以这你不用担心了 就多个人访问不用担心了 同时 那么Lina是怎么保证 我们的这些人 都能得到终端的反应 对不对 那很显然 我们的什么 这个每个客户端和这个主机之间 是不是需要约定一个什么 具体的协议 通过这样的一个具体协议 我们就可以什么 远程的去控制这台主机的一个终端性 就是说通过这个假终端 把这个假终端告诉给这个人 告诉给这个客户端 然后客户端通过这个终端 就相当控制了这台主机 有点像什么 这台主机的鼠标和键盘 在这个人身上 你去控制它 就这种感觉 那么在最原始的 很早之前计算机发展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协议 叫Terra Knight 这个协议 这个协议 我们也把它称之为 叫远程登录协议 就是有点像我们是这种感觉 但是它相对然不太安全 不太安全 所以说现在的发展中 就形成了一套新的协议 就叫SSH 这样的协议 这个协议 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 第一个协议 那么SHD 什么意思呢 这个D 大家说一下 在我们Linux系统中 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一般来说 看到D的后缀 我们都认为它是一种什么 一种服务 服务就是相当于守候进程 最后面我们会学到 就是它是一种服务的概念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SH是什么意思 SH它全名叫Circule Shield 它是一个缩写 Circule Shield 翻译来可能就是安全的一个Shield 安全的Shield 那么这个安全Shield 它实际上是个协议 实际上是个协议 而这个协议的主要的作用 大家要注意 就是我们讲的这些协议 它都设到一个概念 叫客户和服务器的问题 就是说谁充当客户端 谁充当服务器 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那很显然 现在谁当服务器 谁当客户端 很显然是不是 我们的力量式主机 应该开放出这样的服务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客户端 是不是享用这样的服务 对不对 然后这个服务又会提供 相应的数据给我 对不对 它们俩之间 才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这个SSH 只是说这个SH中 那么这个我们是不是 就可以称之为叫Client 就客户端 而这个就是服务端 服务端呢 我们说它的全名呢 就叫SSH的什么 D端 就说你相当于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服务端 就告诉你 这个D端 是不是应该在我们的Linux 运行起来 然后呢 我们是不是在Vindos下 安装一个客户端 然后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进行 所谓的SH访问了 对不对 好 所以说呢 对于SH的安装中 我们就涉及到两个问题 一个是服务端的安装 一个是客户端的安装 那么客户端 我先简单提一下 客户端呢 我们已经考给大家了一个软件 叫CQCRT 这个软件呢 当然你可以用其他的 Windows本身也自带一些 什么超级终端等等 但是界面不是很好看 很丑陋 所以说呢 大家可以去安装一下 这个CQCRT的客户端 应该说 安装方法呢 大家可以看 那个具体的一些文档 就可以了 那么它安装方法 比较简单 就是到时候 可以稍微破解一下 就可以就可以使用了 好 然后我们现在先关键看下这个 SSHD的这个服务端 也说白就是我们的这个什么 远程登录安全访问 SHELL的这个协议的什么 服务器 那么应该在Linas安装 那么Linas怎么安装这个服务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安装方法是这个样子的 好 我们先把它这个退掉 好 安装方法是这样 就是一般来说 因为我们现在是root用户 如果是普通用户 我们就是什么 shudo shudo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的什么 然后就是apt-get 来进行安装 安装就是因时动 这样来安装 好 那安装谁呢 对不对 因为我怎么知道 安装名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很显然我不知道 不知道没关系 我们有个办法 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问 问Linas 你到底是什么名字 你告诉我一下 对不对 等后面我们学 具体学apt-get的时候 我们还会告诉大家 怎么去查询这个名字 我们先可以用简单的话 就叫shd 你回车看一下 因为我们系统 默认是没有装的 所以说一回车 它肯定会提示 肯定会提示 大家可以看 它告诉你 是 not installed 对不对 既然没有安装 它告诉你 还告诉你 by什么 try 去踹谁呢 踹这样一个名领 叫opensh-server 这样一个软件包 所以说很显然 我们在apt-get后面 这个install 安装的包名 是不是就是这个了 opensh 就开原的 server 服务器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名字 你可以不用去记 没有必要去记 这样一查就查到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车看一下 好 安装方法非常简单 跟我们原来方法是一样 也就是你先还是会提出一些需求 问你是否安装 然后它就开始下载 好 如果看到有这么一句话出现过后 那就说明我们应该是已经安装完成了 安装完成了 好 因为是服务端 服务端我们不需要运行 它自动已经运行起来了 因为它已经running了 running了 那么下面还没完 因为我们现在服务端只运行起来 我们现在是不是需要一个客户端 去访问它才行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 我们客户端是如何访问服务端的 好了 好 好